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一人可出使秦国 哦 谁 令相如 师傅师傅 令相如是谁啊 赵国宦官头领 妙贤门客 智努双全 大王 秦王要拿十五座城来换何时臂 我给还是不给 秦国强而赵国弱 不给不行 拿了臂 不给城怎么办 不给毕 我们理亏 不给臣 秦国理亏 我们宁可答应秦国 让他们担负理亏的责任 谁 可出使呢 若大王没有合适的人选 我愿捧毕前往 好 若臣给赵国 我就把毕留在秦国 若臣不给 我定完毕归赵 若臣不给赵国 退下吧 天下 这么如此妙 本王 也赏你们看看 大王万岁 大王 这壁上有点小瑕疵 请让我指给您看 给 赵王斋戒五天 拜送国书 才派我捧帝出使 这是赵国对秦国的尊重和信任 但今天 大王只在普通的殿堂里接见我 礼节也十分傲慢 并没有权益把十五座城池 交给赵国 到头 如果大王一定要逼我 我就和这和氏璧 一起装缩在柱子上 慢 不要毁坏和氏璧 我们秦国人速来守信 来人 把那十五座城 划给赵国 立向如 可以把和氏璧给我了吗 和氏璧 是天下公认的宝物 赵王宋碧时 摘戒了五天 现在大王也应该摘戒五天 然后在朝廷上设九兵大礼 这样 我才敢献上宝碧 好吧 想如料起 不收信用 暗中派人送必回赵 秦伟特必想如返赵 此乃完必关恩赵 不久秦国攻打赵国 公元前279年 秦王约赵王免持相会 师父 秦王打了生招 那又为什么主动和赵王和好呢 秦王是想借此展示国威 羞辱赵王 起到正盛灵国的作用 退下吧 退下吧 我听说赵王爱好音乐 请谈谈色 中心吧 这 好 某年某月某日 秦王和赵王相会饮酒 令赵王残色 我们听说秦王精通秦国乐曲 所以请大王用瓦盆来演奏 大家相互娱乐一下 就此 不敲 我拒大王只有几步 若大王不敲 我就把头巾里的血 溅到大王山上 好吧 某年某月某日 秦王给赵王敲瓦盆 哇 你先生的胆子也将够大的 什么 赶紧放下 你的胆子也不小 天尺相会 赵王君位会师 大悦 加风力相度会上清 我身为赵国大将 有功臣野战的大功 而令相如 仅凭着口舌力的顶功 位子却在我之上 等我见到他 一定好好救出他 师父 你看 林将军发飙了 令相如 处处仗着连婆将军 甚至在路上 都要绕道回避 大人 您现在的职位 比林将军高 却总是堵着他 作为您的门客 我们觉得 很没有面子 林将军威风 还是秦王威风 当然是秦王 秦王那么威风 我都敢公开呵斥他 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 那您 为什么处处躲着他 秦国不敢进攻赵国 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 但如果将相不和 秦国一定会趁虚而入 我之所以让着连将军 是把赵国的疾难 放在前头 而把个人的恩怨 放在后头啊 我真是糊涂啊 李将军 我处也彼剑 不知道丞相您 竟如此宽容我 李将军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江相护煞 大大的赞 大大的赞 三毛 你这是在做什么 师傅 小胖不在学院的时候 我偷吃了他的饼干 我要去附近勤队 如此可骄也 今天的中华文明之美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明天19点30 请继续收看中华文明之美